海参事件后,中国男族队长吴希遭遇双重打击,职业生涯陷入困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男族的消息真的是一言难尽 在他们惨败越南之后,特别是国族队长吴希 无论是关于海参事件的采访,还是面对越南的躲球行为 都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球迷的批评 甚至很多球迷都认为他应该赶紧离开国家队 而这对于吴希来说,这些批评可能只是一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近期吴希收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估计这对他的职业生涯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根据近期媒体的报道,生花俱乐部传出了一个欠薪的传闻 而且这件事也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左右 而吴希恰恰是为生花俱乐部效力的,还是一名主力球员 所以如果俱乐部开不出工资,肯定会对吴希后续的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他主要是依靠国内联赛踢球养家糊口的,也是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如果生花因此而解散了,说得再糟糕一点 甚至之后真的发不起工资的话 吴希很有可能会加入另一支球队,加入其他俱乐部继续寻找出路 其实吴希本身在国内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果角 在国内联赛中也有着一些不错的表现 不过现在不仅仅是他们的俱乐部面临着欠薪甚至解散的危机 而现在的吴希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口碑事件 这对他整个口碑或者形象都有着相对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果退一万步来说,如果生花俱乐部之后真的解散了 那么吴希就需要转投其他俱乐部了 但是因为他现在的一些名声和形象 也许其他的俱乐部,估计也不敢在短时间内将他接收过去 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中国女族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男族的不作为 以及吴希在比赛中的缩头躲球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球迷对吴希的整体评价就更加极端了 甚至他们可能根本无法容纳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吴希近期的职业生涯真的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如果再说严重一点,没有俱乐部愿意和他签约 那么他之后该何去何从,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对吴希来说真的是双重打击 也真的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这一次他真的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吴希的经历其实也告诉我们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 一切都不重要,无论你的发型做得多好,营养多好,吃了多少海参 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能不能有所成就 如果你不能取得成就,无论你的身体保养得多好 你的体力多么充沛,没有成绩,你啥也不是 但不管你的条件如何,如果你能取得好成绩 就证明你是一个很争气的球员,而且你很有实力 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球迷的喜欢 因此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 成绩是唯一可以用来说话的东西,其他的都不重要 所以也许对于5系来说,后续应该用自己的态度向球迷证明 他真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果角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见